萍卓文亮 大家好 我剛才說到這樣子 很投入 不然還要注意時間 我說哇 要什麼 說一點點 這個東西還是枯燥乏味 你看這個數學士 你看這個簡單 標説實簡單 再試著裡面很多 像這個利率的推估就很困難 再來這個benefit 效益的推估 也是不簡單的東西 要用什麼 像我們現在的高速公路 假設要推估高速公路建好之後 它的效益是怎麼來表達的 可以計算的部分喔 不可以計算的是另外 可以計算的部分 它就要看說 我多少車輛通過 這要收40塊的時候 我一年收多少 這要估計什麼 對我們的國民所得 到底我們的國民所得證明到什麼程度 所以國民所得證明到什麼程度 這個全台灣多少車 全台灣多少車他在commuting的時候 來來去去的時候 有多少車會停在我的幾個站 這個最多要去推估 所以首先就要去推估國民所得 每一年每一年成長率的狀況 通常 通常喔 這個推估都不會很正確 因為什麼 你經濟本身就是一個坡洞式的 經濟形式就是坡洞式的 所以我如果在說經濟喔 我如果在說經濟喔 我們在說經濟喔 在坡洞的過程裡面 可以賺到錢 可以過比較 比較Easy的行李 以及Easy的生活 這是時間 還是說年代 年次 年代的年次 而且是GDP 剛開始 不是零喔 可能從這裡開始 這是個趨勢 這是趨勢 成長的趨勢是這樣 像年代從這裡開始說1990 變成零年 變成零年 這樣開始 但是 絕對不是滴滴上去的 一定是波動的 甚至激烈波動 激烈波動 激烈波動會比較嚴重 激烈波動會比較沒辦法預測 這種的經濟 因為我們淺跌質的經濟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說 像這樣紅色線 很難推育 不過一般 激烈經濟在推育的時候 是推育一個趨勢出來 平均30年裡面 每一年平均買5% 或是8%的成長率 要先來預測說 30年有幾台車 你車輛數跟你工面所得有關 跟人口 人口 都市人 特別是都市化人口 都市人口的成長率 也有關 很多變數 很多變數 所以時候 你就要去做推育說 未來這個 對高速公路需求的壓力 需求壓力 所以 首先就要先推育這個變數 你通過 高速公路會通過 通行的那種 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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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量的量 車輛 是多少 這個X 受到什麼 因素的影響 GDP的影響 厚文化的影響 都市化指標的影響 還有你的工資 就影響 因為工資如果管 大家就要吃 等等 哇 有因素 有因素 來影響它 你就去找 找最重要的幾種 來預測 首先你就要先預測GDP 經濟成長率是怎樣 我在研究的時候 就已經在行政院主機處 在做這個 國民所得的推育 我們那個單位叫做 全國總工需 估測小組 我們大概一個月 大概是六千塊 會領美元 那個美圓 美圓的 那個款項 我是在 1972 1972 1973那種日子 我做一段 我就離開了 國民所得 全國總工需 就是 國民所得 全國總工需 國民所得 因為所謂國民所得是 叫做 Aggregate Demand 國民所得 最後 也能告訴我 就是說 有效需求 理論裡面的 總需求 全國私人的總消費 加上全國私人的總消費 加上全國私人的總投資 總投資 加上什麼政府的 政府的支出 政府支出 私人的總消費 受什麼影響 受利率的影響 受你的國民所得的影響 前一級GDP的影響 負一就是前一級 這受利率影響 受到什麼 你國民所得的影響 這樣 這是一個 政府 預算 是固定的 再來就 加上什麼呢 你的 這個國家的 淨出口 淨出口 這是 總出口 跟總什麼 總淨口 這個收集叫做淨出口 整個來說叫淨出口 淨出口 淨出口受什麼影響 我們再來 加上一個 註解的問題 淨出口受到什麼 你匯率的影響 明目匯率的影響 或者實質匯率的影響 加上更正確的就是 就是說 這是受什麼 你明目匯率的影響 跟什麼 跟我們本國的GDP的影響 減掉什麼 這個M這個東西 是受到什麼影響 我們也當然有明目匯率影響 跟外國的 外國的 外國的 GDP 非本國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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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本來 說 這是ROW OW OW OW意思說 The Roast of the world 除了我們 我國以外的世界各國 加總起來的GDP 當然我們沒辦法說所有的都給它割下 你一定是主要貿易國家 都要放下去 他們這些國家對我們的產品的需要是 不是啦 搞錯啦 應該是理財事 這裡這裡是我們的GDP 我們本國的GDP 台灣的 這是其他國家的 其他國家的GDP 這樣是你出口 跟檢視進口 代表有效需求 這都有效需求 這就是我們的GDP 它組成 這受到利率影響 消費受利率影響 投資也受利率影響 這是很主要的東西 如果很多的 我們可以買電視 買電視 買汽車 所以有這些組成的時候 我們想想要估計這個GDP 趨勢是怎樣 這就 集中經濟學家 一定要去做的工作 這也一樣 都市化 會增加 都市化的指標 都市化人口一直增加 這也要去預測 所以 這個汽車通行量 你可以用T來代替 這都用T來代替 T就是T就是說 對19 我們就差不多19 1975左右 古斯坦路地通了 對1975年 1975年到 往後未來可能50年來說 就2025年 這中間我們的GDP怎麼變化 都市化人口 工資會有什麼變化 這都要去找出來之後 再去投資說 車通行量多少 再去估計說 20年後 我們的收入多少 30年的收入多少 當然這是都 最後結果 因為都是預測的 不一定很準確 但是 檢查跟你做這個計算的時候 是盡量合乎現實 盡量做到很準確 所以就要去 把那個誤差去掉 那時候就要去 正確計算出這個東西來 沒有看到就正確 一個路 袋子還要是泡水 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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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把他 common 去聽起來看看 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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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嶺 三年五年 所以五十就很少 十就很少 而且你这个毕业的东西又涉及什么 涉及我们人民的福利水准 真的要做这个东西 要研究成本效益分析 是要对人民的经济福利 效用水准做起 这还有一套理论 所以这个课程讲成本效益分析的时候 是一个学期的课程 一个学期大概四个月十六周 在美国我修过两次这个课程 我可笑我回到台湾 无用无之地 没人要乞业 无用无之地我刚才在中兴大学 开过三年这个课程 三年 他在想要写一文 写一写的没时间就 放在那里 有些构在那里都没有完成很可笑 所以你看看这个 这就是这个 要推付一个成本 要推付一个效益就是这样 很容易去计算 成本的时候你看我这本书里面 各位有现实过这本书 我这一百一十六月 一百一十六月在评估这个 六年国建 推动国家建设六年计划之行政执行能力的评估 那里我就把十项建设提出来批评 说奖金国时代十项建设做到挨挨挨挨挨 做到都不成功 你这六年国建 七百七十五项 要用八条的钱去开 你就是亡国计划 亡国计划 所以 因为车结 Angst 是 逛んです 我 Gonz Когда 六月 cottage 就 each time 1本 还有什么 memoria 欣赏估计划 资本的机会成本 怎么估计 蜂的数学 你 coaches 说 value 雷 氓 樹 塑 monde 利率弹性 你就要先去估计这个利率弹性 才发作计算那个w那个值 那个机会成本的值 这个成本的时候 成本是用机会成本 什么叫机会成本 大家不知道有概念吗 就是说 我如果没有去设台课 从那四年的时候 我就去做工 或是说去买基那边 我可以贪多少 所以我去设台课的时候 我就没有贪那么多 贪多少钱就是我去设台课的机会成本 这是很简单的概念 这个概念很重要 所以每个人在做一个生经济行为 都要做一个选择 我到底是 要来做 小吃店 或是说要来开一个水锅打 你估计说小吃店做的时候 坎坷 但是可以一个月 可以贪十万 如果去开水锅打 可能更不坎坷 因为小吃店黑银嘛 更不坎坷 但是一个月才贪五万 所以你如果说 你像我说 啊 这样 更坎坷 我没有了 我来做个勤赏的 没水锅 所以你的机会成本就十万 最好你是变成这个情形的时候 你去门水锅最好可以贪十万 金山又贪十万 就是要 你就要算这个金山又贪多少钱 这样的意思 你说 过后期大家都说 会贪五万而已 但是我想办法 我如果有创新 有可能我是 人贪五万我贪十万 不用去 UNON 去贪十万 开小吃店 絕对贪十万 大家都是同样 都没什么风险 没什么变化 水锅我去一楼呢 有可能我贪十万 有可能贪三万 平均起来有十万 这个好 来做一个比较清晰 这样我就 贪十万 所以机会成本 我们就要放去 那个 尽量是做机会成本 因为什么 你说一个贪十万 但是呢 有可能你做了之后 你外婆 外婆 外婆 不得到六十五岁 不得到老人年轻 有可能打拼 你估计一下 刚开始有点 十万 十万 打拼了 要是 存2万 2万 没收这个 你就去计算 长期 叫做long term planning 长期计划 在中文 我 不能去开餐厅 不能去开小车店 就来买水锅 这样 类似 这是选择的问题 你就来计算什么 利根币要把它放在一起 想 开小车店 一块 10万是很稳 但有可能到肺癌 如果到肺癌 就没了 可以做几档 要年轻的时候 可以给你做到什么 50 想叫做到60 不行 这种我们打拼 就到肺癌 就死了 这边就追过来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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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可以做到95 只要你身体健康 像我妈这样做产 做产 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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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很缜密 在131 131 131 这是成本的估计 再来你看 外汇 影子价格 我们说这个东西 你要进口 你要做一个建设的时候 你有进口的东西 你的材料 进口 大约就是 那时候开那个 我们宜蘭 北宜 北宜 铁路的时候 雪山隧道的时候 要大约 东部的 东部线的铁路的时候 要大约 你这里要进口 要进口 进口 你要估计你的 外汇的影子价格 真正的价格 不是说 外汇 一个美金就是30块 那个成本 不是这样 你要看你的社会成本的影子价格升级 你看这个市值 131的这个公司 也是非常复杂 有维基分的概念 有明目的汇率 出口量 进口关税等等 要来估计什么 你说 是有延众产业从事进口的 有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E 那个ES 那个东西 就是 就是那个弹性概念 就是弹性概念 对外汇的需求的弹性概念 就真的复杂了 ES 这个东西 就是弹性概念 就很复杂 所以 经济学跟我们的计算是非常 sophisticated 就非常的 技术性 非常的复杂 sophistication 的东西 所以经济学这部分很坏 不该做的 那一点 我那个时候 美国 我都去赌财赌 赌淡 赌财 那些东西都是经典制作 都很深奥的数学 那时候说的 很大很大很大 很有收获 各位不知道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来宾幕式 这个课程就说我这 你没有问题是正常因为什么 对你们来说太难了 太难了 好 拍摄手 起立